之前体验了一周OPPO FIND X6 PRO 终于又有一台手机想让我从苹果换到安卓了 首先外观 大漠银乐素皮加基础的拼接设计 好看高级 单身模组一眼就让你知道这是影像怪兽 整体的做工质感和细节把控也都非常出色 216克的重量在各家超大杯里都算是很轻了 在换到X6 PRO的这段时间里 我还有个感受 就是影像强的手机会让普通人爱上拍照 放在我自己身上就是我水平很烂 但是我用了这台手机后 就是没事就喜欢催修 原因就是拍完之后我觉得好看 我在享受摄影这件事 虽然说X6 PRO这次后知超光影三主摄 包括1英寸大体广角 自由曲面超广角 超光感前望长焦 都是5000万像素 但拍的好看绝不仅仅只是硬件的功劳 OPPO基于4nm旗舰芯和自演影像芯片MARIANNA X 推出超光影图像引擎 强大的光影计算能力 能够算出光照的方向和层次 大幅提升色彩准确性 照片更加清晰 更接近人眼的临场感 并且OPPO这次在屏幕上也是更进一步 X6 PRO屏幕峰值亮度 达到惊人的2500尼特 并推出PRO XDR显示 对光源天空等高光区域 可实现最高8倍的高亮显示 让画面更加真实立体 一旦看过PRO XDR显示 就很难接受普通屏幕的屏屏无奇了 从拍摄硬件到算法处理 再到屏幕显示 OPPO全连路打通 实现了里程碑式的跨越 想要换到OPPO 而不是其他安卓 还有两个原因 一是系统动画和流畅性 OPPO已经接近苹果 第二点就是OPPO现在也支持宝马的数字钥匙了 无需携带实体钥匙即可解锁启动车辆 OK 以上就是OPPO FUN X6 PRO的一周体验报告